歇息肺炎对世界各地的旅游业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泰国新卖的梅西亚大象型原本有齐大象的服务 甚至当时间游客变小了 他们决定改变经营方式 将大象背上的座椅设设计来 从此以后取消齐大象 让78只大象自由自在生活 梅西亚大象型的负责人Anchely Calampicci说 自从1946年开幕以来 其大象一直是游客最喜欢的口温 但因为心情肺炎蔓延 在多时间游客减少 但就要求我们关闭大象型 我们决定将大象背上的座椅设计来 给他们自由 Anchely则示说 以后他们不会再给大象板座椅了 也不会再给游客提供此大象服务 他们希望游客能在这里看到 大象自然的生活状态 进一步观察 了解这种动物 Anchely表示 大象型里有78只大象 300位员工 我们每个月要花费500万台铸 现在没有游客没有收入 但我们不会接雇员工 也会尽最大的努力照顾好大象 我们已经在这只种植蔬菜减少开支了 起码都会有93个大象型 因为身型肺炎的关系 其中85个大象型将被关闭 希望那里的大象能被好好照顾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